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赛先生科学工厂的Kevin 今天要教大家的就是如何快速的磨你家的剪刀 从几十块的都可以把它变成像上万块一样的锋利 但原因是因为我们公司的仓库会有无数的剪刀 但是其实我都会在下班的时候偷偷的把剪刀磨得非常的锋利 同事其实都不太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那我本来是想要打算在我退休之后就去从事磨剪刀这个行业 所以我一直没有把如何磨剪刀这个秘密告诉大家 但是今天我们要教大家的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方式 可以从你身边可以拿到的材料就可以让你可以快速的把你的剪刀磨得非常的锋利 但是第一课磨剪刀的第一课是什么呢 就是你怎么知道你的剪刀磨不锋利 对啊你不再知道你整天磨刀磨坏了这也是不行的 好第一课是怎么判别 以刀子来说 世界上最care刀子封不锋利的人就是厨师 世界上最care剪刀封不锋利的人就是理法师 所以在理法师的业界里面有一种简单的测试方法 大家可以学习一下 最简单的测试方式就是这样子 你要拿一张面纸 然后把面纸打湿 用喷物把它喷湿之后 然后你要拿你家的剪刀 然后把它剪下去 看能不能简单的 你看没断 没断的就 没断的就零分啦 他们要讲究的就是剪开之后 这个刀子离开 纸都不会夹它 我找一个稍微磨过的 大家看一下 剪开离开 断的干干净净的 剪开离开 而且这也是异常便宜的剪刀 你只要找到今天的诀窍 30秒就可以 让你的剪刀变成如此的锋利 没有的话你的剪刀就这样子 把纸夹走 就是你可以找到你家这种剪刀一定多的要命 你要磨剪刀 你需要的东西是什么呢 不是磨刀石 也不是什么沙子 也不是什么铝箔纸 这一类的 这一类的我们都试过了啦 如果你要在下班的时候偷偷磨剪刀 那这几种东西真的会把你弄死 我教大家一个非常快速非常简单的东西 那就是小刀 今天要教大家的如何用小刀来磨你家的剪刀 帮大家科普一下 就是小刀的发明家 叫做Okata 是一个日本的知名品牌的老爷爷 简单的做法就是这样子 我们跟你了解一下 为什么你家的剪刀会钝掉的原因 就是刀刃啊 它是一个非常直线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一条线 那它前端啊会非常非常非常的薄 所以它前面的剪属 会非常的柔软跟脆弱 那你剪东剪西 剪东剪西 剪纸剪什么什么 厚的纸什么的 你会让这条线变得非常的不起 剪刀的原理很简单 它就是两条线互相这样子剪过去 然后把中间所有遇到的东西都弄断 所以这两条线很直的这两条线 几乎就可以把纸很漂亮的剪开 但是呢 如果你这是两条抖抖线 两只蚯蚓在那里互相卡来卡去 你什么都剪不断了 就会像刚才那样夹子 所以我们今天要用的呢 就是要把这一条线拉直 就像刮胡刀啊 如果你去给人家理胡子的时候 会有一个牛皮拉紧 然后刀子会这样子 在那个牛皮上一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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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你要去看一些 李把斯类的电影 最后都会割脖子 但是如果今天不割脖子的话 你这样抹的时候 就是为了要把这条线拉直 那实际上你真的应该怎么做呢 就是拿起刚才找到的那支钝钓的剪刀 看起来像是在剪这一个美空刀 你只要剪住它 然后往后拉 你会发现所有不平的地方会卡卡的 然后你就这样子一直顺它 一直顺 我们今天要把这一排所有的剪刀 就把它磨完 所以理论上不会拖太多时间 但是今天的影片有可能会先到三个小时长 你就这样子一直磨它 一直磨它 直到不会卡住为止 你看它在移动的过程中 还会卡到一些点 你叫它让它很顺很顺 刀刃的背面啊 刀刃的背面 为什么不能用刀刃的正面 你们知道吗 原因是如果你用刀刃的正面 你的刀也论啊 大家有没有发现越来越顺了 刚才卡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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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已经越来越顺了 10 seconds later 要有耐心 最重要就是耐心 2 hours later 6 and a half hours later 或者是要用跳接的方式 我现在从现在开始不说话 然后请同事快速的跳接一个 已经磨好的样子了 你顺便把我头上的汗滴 要把它擦掉 3 28 AM 好 我推测了 我推测应该是差不多了 我们实际上来测试一下 这个是已经是对剪刀的一个 终极的测试了 就是最利的剪法刀 他们测试也就是这样子而已 理论上剪开 哦 有没有看到刚才夹子的这把剪刀 我现在好像在夜市卖剪刀的一样 但是你可以发现 整个会变得异常锋利的 所以你的剪刀就大复活 所以赶快去把你家所有的剪刀都找出来 你赶快把它磨一磨 今天教大家的就是如何磨力你家的剪刀 如果喜欢的话 请赶快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比较订阅好像在这边 上次同事有跟我说好像在这边 订阅频道我们之后会更教大家更多有趣的小知识 谢谢大家